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明天去山上郊游 想提前准备一些食物当做午餐 他们买了一包吐司、火腿和起司 每个种类都有10片 打算来做三明治 买完后他们回到小树蛙家 在厨房做了5份三明治 吐司用完了 但是火腿和起司都还有剩 狐狸猫觉得很困惑 我不是明明都各买一包了 怎么吐司用完了 火腿和起司还有剩呢 小树蛙说 因为做一份三明治 需要两片吐司 一片起司和一片火腿 既然三种材料各有10片 一次需要用两片的吐司 当然最快用完 这次做三明治的配方 就像一个化学反应式 我们可以把吐司、火腿和起司 看成是反应物 三明治则是生成物 之前学到的化学剂量 是从化学反应式 推算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 质量和分子数量的关系 小树蛙说 在我们利用化学反应式 表达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关系之前 我来考考你是否还真的记得 化学反应式的表示方法 荧幕前的你 也跟狐狸猫一起动动脑吧 狐狸猫说 我知道 平衡化学反应式时 要先从生成物的组成原子开始 但是生成物有三个原子 我们要从哪一个开始呢 小树蛙说 别怕 以这题为例 我们可以从碳原子开始平衡 反应物和生成物的碳原子 皆有一个 因此 甲烷和二氧化碳的细数为1 接着看氢原子 生成物有两个 反应物有四个 所以水的细数为2 最后来看氧原子 生成物总共有2加1个氧原子 反应物则有两个 而先前 已经将二氧化碳的细数保持在1 水的细数为2 所以将氧气的细数乘以2 整个反应室便达到平衡 隔天 他们郊游回来后 决定要来好好探讨化学剂量 于是便跑去实验室 做一个燃烧煤带的实验 他们准备了实验器材 有煤带 酒精灯 干锅钳和电子秤 先秤取2.4公克的煤带 在空气中完全燃烧 注意不要只是煤带燃烧的白光 然后再将生成物秤重 发现生成物的质量为4公克 小树蛙写出反应式 并告诉狐狸猫 煤的原子量是24 氧的原子量是16 其实只要知道燃烧前的 煤的质量有多少 就可以推算出燃烧后 产生的氧化煤的质量哦 狐狸猫说 没有办法吧 这个实验中 不知道反应物的氧气 有多少功克啊 小树蛙回答 在空气中具有充足的氧气 可以让煤完全反应 燃烧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煤完全反应后 运用反应的系数 和木耳术的关系来推论 狐狸猫 你可以帮忙算一下 反应前的煤 有多少木耳吗 狐狸猫说 这个简单 可以利用质量除以原子量 算出木耳数 所以反应前的煤 是2.4除以24 等于0.1木耳 小树蛙把煤的木耳数 写在反应室的下方 并说明0.1木耳的煤 完全反应 需要0.05木耳的氧气 空气中可以提供需要的量 依照反应室的系数比 可以推论 反应后会产生0.1木耳的氧化煤 氧化煤的分子量为40 所以可以得到4公克氧化煤 所以只要确定会完全反应完的反应物质量 就可以推算出生成物的质量 但狐狸猫觉得就只是凑巧 小树蛙对狐狸猫说 不然我们再继续多做几次实验看看 于是小树蛙和狐狸猫 分别又取了3.6公克 4.8公克 6公克的煤带 接着 小树蛙将煤的质量 记录在表格中 并将推论出可以生成的氧化煤质量 也记录在表格中 然后进行煤带燃烧实验 并将反应后产生的氧化煤称重 并记录下来 实验后 小树蛙将推论可以生成氧化煤的质量 和实际生成的氧化煤质量 化成图 狐狸猫发现 推论的氧化煤质量 和实际得到的氧化煤质量 几乎一样 虽不至于完全相同 但十分接近了 狐狸猫惊呼 原来真的可以透过化学反应式 和完全反应完的反应物质量 推算出生成物的质量 小树蛙说 是啊 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小树蛙说 我们先写出这个实验的化学反应式 并加以平衡 狐狸猫抢着说 平衡的部分让我来 反应式平衡后 应该是2H2O2 产生2H2O和1O2 小树蛙赞美狐狸猫做得好 平衡反应式的同时 我们也知道了细数比和木耳数比 接着小树蛙问狐狸猫 从题目里可以知道 32公克的氧气 等于多少木耳呢 狐狸猫说 氧气的分子量是32 所以32公克的氧气 等于1木耳 然后可以从反应方程式的 细数比得知 要产生1木耳的氧气 需要2木耳的双氧水 小树蛙说 狐狸猫真厉害 双氧水的分子量是1乘以2 加16乘以2 等于34 两木耳的双氧水 质量是 小树蛙还没说完 狐狸猫就急着说 我知道答案了 产生32公克的氧气 至少需要68公克的H2O2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借由化学反应式 可推算反应物与生成物间 木耳术与质量的关系 化学剂量是 借由化学反应式的系数 和已知的反应物或生成物的量 可推算出此反应中其他物质 譬如其他反应物的消耗量 或是其他生成物的产量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炎炎夏日 总让人想来一杯冰凉的饮料 你知道吗 其实每杯好喝的饮料 都是有固定配方 并依照比例调制而成 你是否也想尝试着 调配一杯完美比例的饮料呢 请试着将你的配方 用化学反应方程式的样子呈现 并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